果然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 节目中贾玲被多次浇水 但总有人突然出现成为你的救赎 王子温拿贾玲身材样貌开玩笑 我跑贾玲姐跑更不对了 这题目不对了 完了他不让你在前面跑 为啥要王子温 什么原因呢 女孩嘛 我不是吗 你是女人 杨蒂来做客却遭所有人嫌弃 我吓死我 我吹死你 我反正都不想理你了 谁叫她来的 没人叫她来 我们最忙碎的 不是你们仨叫我来的吗 我们仨没叫你来 甚至当做保姆使唤 你差不多了 可以走了是吗 对 你这不该准备了 怎么什么 你都来了 你又不请自然 做饭吗 对你把饭给做了 你们饿了吗就 你现在五点半的开始煮 煮完之后六点半 你们煮好饭的时候叫他们 我上去先休息 哈哈哈哈 是吧 客人来忙就行了 这个念念桃花源的主题就是 请云勋朋友来当用人是吗 没有 主要是看那个朋友 每个朋友不一样 即使是综艺效果 杨丁妈妈也忍不住心疼 喜剧演员就不配得到尊重吗 录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丑啊什么之类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在开玩笑 他们在心里面就会说 这个主持人我会记住他 因为他们就在说我的儿子长得不好看 自己的孩子谁不心疼 几次我带我妈妈去拜访一位主持界的前辈 那个主持前辈很综艺效果 跟我妈开玩笑 安姨不容易 简然的孩子都养这么大 我妈妈不仅没笑 当成两行泪流下来 你走了喜剧人 表演节目播出去以后 你又能透出你把他的小孩吓哭了 妈妈听到这些话 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但是你是妈妈心目中 永远最帅 最乖 最棒 最孝顺的二字 人的妈妈爱你哟 提到周兴驰想到的都是喜剧 来来来 送外卖啊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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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总会三明星给我吧 你给钱就有的是啊 哎呦 没有这么聪明啊 你没有女朋友 怎么你没有女朋友 你这样快拿着你来玩笑 他不错啊 怎么还要 这样子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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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香叶自己说 people call me a comedian but actually I'm not that funny before 气球哥还记得吗 你要多为家里的人想想想 万一是不是什么事呢 你老婆在家里吧 人家等着你平安回家呢 你都会对 我老婆都在别人 离婚了 离婚了 那就离婚你这么开心的 你肯定对不起别人 因为他钱我太 从来嘛 假如说你现在有钱了 你觉得你老婆还会跟着离婚吗 不会 对吧 有钱 就永远一切